據加拿大總理辦公室發布的簡報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在11月15日印尼舉行的G20會議期間 時隔三年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對面交談 對中國涉嫌干涉加拿大內政 提出嚴重關切 中國駐阿泰華大使館 讚美確認及回應今次的會談內容 據上星期加拿大當地媒體《環球新聞》的報導 中國在加拿大2019年大選中 秘密資助至少11個候選人 杜魯多當時指責中國政府玩進攻性的遊戲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時回應說 中國對加拿大的內政不感興趣